有時候我自己也會和太太或者她們看 任何新聞最重要是什麼呢 看一看 照片拍得漂亮不漂亮 字呢 人家怎麼寫 或者人家的評論呢 你看完呢 要不就不要看 要不就看完就算了 我想做主角 我想做小生 我想做花彈 難道我的想做搞笑嗎 接著是在場幾個演員 真是一二線的演員 呆了 金森做一個三四線 五六線 七八線 或者是一個只是有一派來就做的人嗎 我相信告訴你 我說是這樣的 你也不相信 我就覺得演員 簡單來說 演員最喜歡的就是有發揮的角色 當有機會給我們發揮的時候 不論多與少 你也一定會盡力去做 我想不是只有我 我想很多演員都是這樣的 好像剛剛之前 他們說鐵拳的時候 只是脫下而已 為什麼要操作成這樣呢 其實就是這樣的 我想演員就是說 如果有一個角色是需要去到某一個位置 你要達到那個目的 你就要花很長的時間去鍛鍊 或者準備 我由開頭很不習慣吃煮的肉 煮西蘭花 番薯 開頭我還要有些胡椒粉 去調一下這種味道 慢慢吃到已經是習慣了 完全是白煮什麼都 開JS的劇的好處就是大家都是一條心的 不論在事幕後 總之你一開工就開工前 大家都會有一個叫作戰狀態 不論是飲食方面大家就吃同一樣東西 大家都是一起去 大家都是白絲肉 大家都是吃無味果仁 大家都是吃煮食 大家都是這樣 其實大家都是自己帶飯 個個都要脫 個個都要操 連監製自己都跟著一起吃 他都吃得很清 你會看到這個團隊是大家互相鼓勵 大家都明白的 不會說你們拍辛苦 我們就在這裏大魚大肉 沒有的 大家都很團結地 大家都互相鼓勵 平時有空就在廠裏舉一下 拉一下 而且都知道如果拍打 辛苦的場口的時候 所有演員都會在這裏支持 大家都互相支持 觀眾看到你們演一個高手 或者演一個什麼的時候 你起碼都會告訴別人 你真的有練過 你真的有操練過 你真的有操練過 不會告訴別人 你不是走上位就做 起碼都讓大家知道 我們真的有花一段時間去努力 我就要很調節自己的心態 首先不要跟別人比較 因為很多人都說 跟你同行入行的人 很多人都已經 飛黃騰達又有 退了又有 嫁了又有 為何你還那麼堅持呢 首先就是一個 我很愛演戲這件工作 另外就是說 人一定有高低潮 怎樣去度過這件事 其實我想我自己 一直都是在鍛鍊著 一直在鍛鍊著 和學習著 你說沒有脾氣 沒有不開心 有沒有得著 當然每件事都有些 但是問題就是 得到的時候 不要沾沾自喜 失去的時候 想想有什麼做得不好 甚至乎沒有什麼做的時候 自己裝備自己 我想最重要就是 要調節自己的心態 我自己都告訴自己 如果當日或者有一天 我的火都沒有的時候 我就會離開這行 但是我到這一刻 我都還有一條火在那裡 所以你剛才所說 就算我只有一場戲 我都會盡力去做 其實就算我每次演員 開車回家或者回家 我想 其實可以再做好一點 那個位置可以再做細緻一點 也可能是因為這樣 令我覺得 有另一個機會 我就會再把握 怎樣可以再做好一點 我都說過一個笑話 那時候和幾個演員一起開工 然後說 教育仔你真的很搞笑 那我現在很認真 我想搞笑的嗎 我想做主角 我想做小生 我想做花彈 難道我想做搞笑嗎 接著是在場幾個演員 真是一二仙的演員 外了 我還搞笑而已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一定是做每一行都是一個夢想 難道我告訴你 我甘心做一個下把位 不是 我的意思是 甘心做一個三四線 五六線 七八線 或者是一個 只是有東西派到來就做人 我相信告訴你 我說是這樣 你也不相信 有誰不想一直向上進步 但是當你知道就是說 原來有很多東西 你是不能夠控制 亦都是一個很被動 亦都要看天時地利人和 的時候 就不如不要想那麼遠了 不如就做回自己 現在有的事先 這個就是我所說的 調節心態 你問我 我到這一刻 當然希望可以做得更好 但是如果我去不了那麼高的話 不如想一下 我現在做這裡先 你做了這裡 那些人看到的話 可能接下來會有機會 讓你上一級 甚至乎 可能你原地踏步 甚至乎會向下退 不知道的 但是既然都想不到 做現在有的事先 我想我也都有執著過的 也都我真的試過 譬如說 為何這個不是我的 為何我有的突然會沒有了 我一定會有 因為我入行 年輕都年輕過 我都有那團火 那團火是叫做EQ低 我經常覺得我是EQ低 不懂得去處理好這些問題 得罪很多人 或者甚至乎 不做好自己的本分 就想得到某些東西 但是現在 慢慢慢慢 經歷了一段時間 我發覺就是 咦 要撇開某些的執著 要撇開某些的 或者是壞習慣 或者是一些的脾氣 不如把這些東西放下 做好自己的事情 就是說 你是演員 你做完演員的本分 你是主持 做完主持的本分 就算可能是 你歌手做完歌手的本分 你才做好爭取其他東西 所以你問我是不是 我完全是可以 可以說 這麼多年來看化了 其實不是 因為經歷了很多的挫折 自己也想回頭 其實我不應該這樣做 我不應該發脾氣 我不應該這樣處理這件事 其實我都撞過很多板 就是你問我 這差不多三十年 我撞過很多次板 我撞過很多次板 只不過就是說 不斷地撞板 又繼續 咦 不要想了 不如繼續向前走 既然你繼續想做 就繼續向前走 可能亦都喪失了很多機會 或者是 不懂得跟別人溝通 所以 不只可以說 如果讓我想回頭 我想做好些 但既然不可以回頭 就只可以向前看 任何新聞 最重要是什麼呢 看一看 把照片寫得漂亮不漂亮 字呢 別人怎樣寫 或者別人的評論 你看完 要不就不要看 要不看完就算數 總之看照片漂亮不漂亮 接完就算數了 我就是這樣 就是說阿Q真實也好 因為我看到很多演員 他們的EQ很高 所以我們都在某程度上 跟我們聊天的時候 會學習那些事情 因為針對性的評論 有很多 不是我一個 有些演員 這樣說你這樣說你 你出來還可以很淡然地去 好像沒有所謂 怎樣做 好東西 我又會學習這件事 原來發覺 控制自己的EQ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我也看到很多藝術 是很厲害的 所以你剛才所說的 我覺得 隨便吧 我說什麼做什麼 都會有人說的 不如 控制不了他們 還要求他們 等待他們 那些家想呢 在他們找到 還要求他們 快點